這個保養品是真的適合自己嗎? 保養品有徹底吸收了嗎? 愛美的女生都不能錯過喔 最棒的就是她還能檢測我們的面膜 保養品是否有添加 放面膜前就可以先替我們的肌膚嚴格把關 我是Iko 今天我想要介紹一個很棒的東西 愛美的女生都不能錯過喔 就是這一支 首先我想先問看看 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這個保養品是真的適合自己嗎? 或者是保養品有徹底吸收了嗎? 還有如果想要檢查皮膚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都還要跑一趟妝櫃 去的時候又很怕會被推銷 這一支是我之前住日本的時候 然後就有在用的美容遺器 它是檢測肌膚的膚況 所以在家我就可以天天使用 可以天天掌握自己的膚況 尤其是換季的時候 還有使用新產品的時候 覺得最近膚況不太穩定的時候 都可以立即追蹤 所以我覺得這很棒 我現在已經不能沒有它了 那我就來介紹一下這一支厲害的地方吧 首先它很輕巧很方便 操作上也非常的簡單 它有一個蓋子 我們打開之後呢 它前端有一個可以偵測的探測器 這個是有彈性的可以壓住我們的肌膚 操作也非常簡單 這邊有一個開機的按鈕 那就是開機了 然後它還有幫你記憶上一次你的膚況 這樣子 可以記憶到十次 我是比較少用這個功能啦 平常比較是檢測當下的狀況 還有保養品吸收的狀況 還有這台可以檢測什麼呢 它可以檢測我們肌膚的油分跟水分 還有彈力 彈性度 這都是女生非常在意的吧 還有愛漂亮的男生 我相信你們也會很在意 這個是說明書 它說明書也是蠻淺顯易懂的 比如說像它會出現這個笑臉 笑臉就代表我們肌膚的彈力度 像這個就是最差 就表示你現在膚況真的很不好 你的肌膚紋理啊都很亂 然後也缺乏很多的彈性 然後這個就是普通 之後就是肌膚紋理還不錯 最笑臉的就是 現在肌膚紋理啊彈力啊 都是維持到一個很棒的狀態 然後還有這種綠燈啊紅燈 紅燈就是完全真的不行了 然後綠燈的話還算在普通啊正常的範圍 然後它這邊會出現 比如說現在水分的含量 還有現在油分的含量 然後彈力度就會出現笑臉 你看這個就是不是太好的表情 就是要注意囉 要趕快加強保養 這個也有 春夏秋冬建議我們的水分油分 最理想的素質 比如說額頭 然後臉頰跟嘴巴周圍 還有眼睛周圍 每一個的水分油分含量其實都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也是我們檢測完之後 可以對照參考的一個數字 所以讓我們知道現在肌膚的狀況是好還是不好 然後這樣我等一下也會有素顏的狀態 然後要來實際測試我的膚質現在的狀況 然後還有我使用保養品前跟保養品後的差距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然後這個保養品是否有徹底吸收 是否有改善我的肌膚油水平衡度呢 大家要知道肌膚的油水平衡度真的很重要 肌膚油水平衡度有維持到好的階段的話 肌膚是會有內而外的發亮 然後毛孔也不會那麼明顯 緊緻彈力也會比較好 如果你肌膚的油水平衡度不好 可能會很容易冒痘痘 或者是很容易出油 有時候不是你真的是這麼油的膚質 而是你的肌膚裡面缺水很乾 所以它必須要分泌更多的油脂來維持 不要讓肌膚這麼乾燥 所以有時候是裡面比較乾 外面比較油 就表示你必須要補水囉 還有有一些是你已經有肛紋的話 你檢測可能也是數據會出現的不太好 這時候就要提醒你趕快擦霜狀 或者是油狀類的保養品 可以加強肌膚的滋潤度 這一個是我在日本的 ヨドバシカメラ買的 就是只要去日本逛街的時候 一定必去的這種大型家店的地方 ヨドバシカメラ 這邊都會有 而且也有好幾種不同款式 現在好像台灣的一些網路購物 好像也是可以找得到的 我好像也有看到 只是種類也是非常多 都大同小異 大家可能可以去挑挑看 選選看 或者是上網搜尋一下評價也是可以的 這樣我們就趕快來進入檢測的畫面吧 Let's go 帶妝的狀態 來測一下今天膚況 我先先按開機 好然後現在呈現這個點點點點 然後沒有數字的狀態就可以檢測皮膚囉 使用方法也很簡單 你只要按要在你想要檢查的部位就可以了 然後長按住 好他鼻一聲就好了 其實很快 好然後就會跑出這個數據來 這就是你的檢查結果 下一段話就是平平普通 可以參考這個數值 只要肌膚狀況維持的很平均的話 基本上都是綠色畫面 如果非常乾非常乾的話 就是會跳到紅色畫面 就提醒你要趕快加強保養囉 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我要來做肌膚檢測囉 我先測額頭 就一直按一下就好了 然後他會有B一聲 現在我額頭的數值是這樣子 好像狀況不太好 因為有一個不效的臉出現了 下一的是水分34 然後有份39 現在我們要測試眼睛周圍的肌膚數值 按一下這個開關鍵就會跳到這個畫面了 好也是這樣按壓一下 好這個是眼周的數值 現在眼周的水分是37% 有在正常值 然後油份稍微多一點點而已 33% 再來測臉頰的膚質 現在臉頰的狀況是水分差1%就到達標準 然後油份也是有一點點多 油份有38% 現在要來測嘴周的邊緣 水分有在正常值36% 然後油份多一點點是34% 接下來我要擦一些基礎保養品 我們就來看看擦完保養品後肌膚的素質會如何吧 等一下會用這三罐 現在我已經擦完保養品的狀態囉 是不是比較水嫩的呢 這樣我要再來測試一下肌膚現在的素質囉 擦完保養品後的狀態 那我們再從額頭開始 好 現在就瞬間變好了 有沒有笑眼出來了 現在水分是43% 然後油份是26% 43%有在正常值 然後26%也有在正常值 就表示上完保養品有吸收後 油水就有平衡了 然後現在眼睛周圍 笑臉也出來囉 然後眼周的話 現在水分是47% 然後油份是21% 水分跟油份都有在正常值 然後肌膚紋理也是笑臉 好 現在測臉頰 好 這個是臉頰的素質 笑臉也出來囉 臉頰的話水分是47% 然後油份是21% 兩個也都是有在正常的範圍內 接下來是嘴巴周圍 嘴巴周圍也都很好 嘴巴周圍的話水分是50% 然後油份是17% 都有在標準正常值內 那我們就來看看詳細的對比圖吧 像剛剛看了以上的對比圖 有沒有覺得真的保養有差 那個素質馬上就改變了 這一款可以追蹤我們每天肌膚的狀況 也可以讓你知道現在用的保養品 是不是有徹底的吸收 是不是適合自己呢 因為有一些可能買到很貴很貴的保養品 可是數值測下去 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或者是保水度啊 19度沒有這麼好 可能也是浪費了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可以幫我們省錢的一個小妙招 然後測試一下新買的保養品 是不是真的有適合自己呢 才不會花冤枉錢 女生的保養品不能只是一套 春夏秋冬都要隨時慢慢的更換 最棒的就是他還能檢測我們的面膜啊 保養品是否有添加螢光劑 然後在附上面膜前就可以先替我們的肌膚嚴格把關 所以可以降低肌膚發生過敏的現象 使用方法就是你先開機之後 然後按住前面這顆按鈕 大概三秒鐘左右吧 他這邊尾巴的燈就會亮 我等一下會在暗處的時候再示範一次 因為現在燈光有點亮 我要來檢測我的化妝水有沒有添加螢光劑呢 我現在燈照下去了 他沒有螢光的顏色出來就表示 我的化妝水呢是無添加螢光劑的 所以可以安心使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囉 如果你喜歡今天有關美容保養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給我留言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個video見 掰掰 忘記戴戒指了 忘記擦口紅了 這款可以 天天不要忘記喝水喔 是我的頭髮 是我的頭髮 阿祠 啊 啊 欸 啊 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